哈喽 燕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华氏气象到你家 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 苗栗西湖的义方农场 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呢 因为现在正是柑橘采收的季节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种类的柑橘 但是很多种类我真的都不认识 所以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宝珠姐 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到底有哪些呢 好的 现仪主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义方农场 谢谢宝珠姐陪我们这么一大早起来 就是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果园 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 可以请宝珠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好的 没问题 那我带你来 那要小心哦 好 好的 那个每年的十月到二月 就是我们柑橘类的盛产季节 现在跟你介绍这个小巧可爱的 它叫做砂糖菊 真的好小哦 对 它这个皮很好剥 而且很甜 几乎没有纸 它的高度也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采掘 所以这个也是小朋友的最爱的哦 因为这个高度他们手一拿就拿到了 而且甜度又很够 对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走 跟您介绍 这个叫做黄金帽谷 这个也是我们农场的新产品之一 在市面上也相对的比较少有 哦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瞄准一下这个黄金帽谷 在外面比较少看得到 那它的味道是如何呢 对啊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 然后呢 它的果肉也很细致 甜中带酸 吃起来呢 又有这个层次感 让你一吃完呢 就会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呢 哦 所以喜欢一点点带酸的人 就可以选择这个黄金帽谷 是的 没有错 那接下来你来看一下仙怡 你看这个是不是外形很特别 哇 它是芭蜡吧 对啊 有人说呢 它叫做芭蜡 也有人说它是小型的柚子 不过呢 跟您说 这个叫做三宝肝 柑橘类的 所以呢 长得很像柚子 又很像芭蜡 这外面也蛮少看得到 对 没有错 这个呢 也是日本延伸过来的品种 它呢 主要果肉也非常的细致 而且它吃起来又带有柠檬的香 所以呢 我们又俗称它叫做甜柠檬 哦 不像柠檬那么酸哦 是比较甜的柠檬 大家有空呢 都可以来尝试看看 是的 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稍微远方 这个呢 叫做它呢 非常的薄 它的薄度呢 只有差不多0.2公分左右 然后呢 它也非常的 很香甜的多汁 它呢 就叫做帝王肝 哇 这个名字很厉害 帝王肝 是的 你只要吃上它 保证呢 你会一口接一口地爱上它 哇 所以呢 大家来到这边 只要看得到我们这么多种类的 只要看到都可以用手踩嘛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做选择哦 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我们要如何地来踩橘子呢 首先我们就先来目视法 来看到呢 主要你看这个颜色 非常的橙黄 而且表皮光滑 饱和度加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拿起我们的剪刀 朝向这个地头呢 把它轻轻地剪下来 剪下来 剪下来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点 狗梗没有剪平 我们再一次的动作把它剪平来 那这个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避免它在刺伤到另外一颗 那这样子也可以保存它的期限哦 好 就是大家要记得剪成这个样子呢 才能够保存的比较久一点 对不对 是 没有错 谢谢宝珠姐 接下来你看这个是什么 哇 这是变魔术吗 从口袋里面又拿出了一颗 这大小差好多 对啊 这个呢就叫做日本田菊 这也是我们农场的人气产品之一 那你可以吃看看哦 不用剥皮直接吃吗 我用的 很甜耶 比荆棘还要甜 是 吃起来让你元气满满 哇 谢谢宝珠姐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种类的水果 谢谢 那待会我们来品尝一下 好 不过呢 看到了今天的天气很好 很适合来到果园采果哦 但是要把握今天的好天气 从明年开始呢 降温会非常有感 尤其是北部跟东南部地区哦 我们来看到北中南东各地的天气 这是今天的天气 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8度 中南部地区甚至可以上汉到30度左右哦 而这个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 大概是10% 离岛的部分 马祖纬度比较高 所以呢 早晚的时候比较凉 低温大概只有15度哦 不过刚刚提到了 接下来 入冬的第一波冷空气要报到了 一周的温度带您来看到 其实在红色的曲线的部分 北部地区呢 今天的高温可以上看到30度 明天开始啊 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滑了 所以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低温大概就只有12度左右哦 那么在得拜一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空档 不过下周二更长的冷气团就要报到了哦 那么降雨的情况继续来看 在北部地区 在那个明天开始哦 因为封面爆料的关系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都很有一些降雨哦 那么另外呢 在下周一的时候 这个水气呢 会稍微的减少一些 不过星期二呢 又来报到了 所以这个封面下降这个冷气团哦 降温会湿湿凉凉的非常的有感 小丁丁 我们带您来看到 其实刚刚提到了哦 今天是舒适温暖的好天气 但是早晚比较凉一点 明天周末呢 星期六星期天天气不太好 尤其呢 是在北部地区如果出门的计划 真的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哦 另外 下周二开始呢 其实有更强的冷空气要报到了 我们也会持续的带您来观察 下一波的冷空气是不是比这一波 还要来得更湿凉一些哦 以上呢 就是华氏气象到你家 我们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